慈父慈母买房送给子女,已经不算什么新奇事,就连刚过去的母亲节,都有母亲买房给子女当礼物,不过,如果你没有一个有钱买房给你的慈父慈母,又不需要太过葡萄,世界总是会有令人意外的事,话说,朋友早几个月入了一家公司仔做销售员, 即是久不久你会收到不明来历电话叫你参加什么计划那种,公司规模不大,员工人数两只手数得完,人工也都不高,只得几千元,主要靠佣金为生,但顶尽都只是万多两万元那种,如果要自己租楼住,都不算很松动, 而当时朋友正与男朋友热恋中,便以月租万多两万租了一个单位半同居 可惜,在热恋过后,二人过了情人接不久即时分手 原本朋友已经大受打击,最大件事是,本身单位由他签租约,男朋友负责大部分租金,分手后虽然初时男友都有帮忙交一点点租, 但朋友又觉得过意不去,不太想收哪些钱,但一个人负担全份租金,又确实太吃力,于是,朋友便打算转租一个劏房,每月交几千元租,总比较轻松,但不者跟他说, 你找的哪个地方品楼有点复杂,单身男子居住都还可以,一个女士居住总是有点危险吧,有日朋友回到公司,老板娘见他一念愁容,便拉他去HIT谈谈心事,朋友随即与老板娘分享,初时都只是当一个发泄的途径,有问题时找个人聆听总好过收在心底, 不过,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来了,老板娘说,明下在公司附近有物业,可以不收租让他住,但朋友说附近没亲戚朋友,而现时住的屋苑,附近有几个朋友居住,有喜事上来可以互相照应,说完之后,朋友都觉得件事告一段落, 二人HIT后也回到公司,朋友继续工作,老板娘就拉着老板舍舍私语,到下班时间,老板娘叫朋友等他一回宜,到其他同事下班后,便跟他说,下个月开始,抵身及佣金计法不变,但额外给他房屋津贴, 初时不者都以为,房屋津贴比尽可能三千五千,你又不是做狠狗时间,工作表现又不是太突出,顶多算是交到数那种, 但朋友说,老板娘开出的房屋津贴,金额几乎够他每个月的租金, 莫讲话不者,就连朋友自己都估不到,还笑说,这样他以后如何转工,不者说,如果你老板娘真的以后都除了份量之外又帮你交租, 这样有人情味的老板,现今香港看怕都没几个,除非叫你做犯法或不道德的事,否则做一世都远啦。